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3年的7月5号 欢迎回到图豪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如同约定这样子 这个7月5号呢 公布了这个六周选举的那个时间 所以选举要到了啊 对经济来讲呢 是一个刺激啊 所以现在选举委员会算是蛮早公布一下 所以大家有机会呢 去准备呢 这个选举经济 因为还有一个多月嘛 这段时间呢 那个经济会上升啊 什么东西都很好卖啊 所以这段时间呢 趁这个机会呢 大家都有机会呢 多赚一点点钱 那么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 好了 那个日期一出炉嘛 就如同我们之前预测的这个 那个时间 我们之前那个 透过那个专家专家预测 8月5号 或者是8月12号 那么最终呢 选举委员会呢 刚刚敲定呢 敲定了是 8月12号 投票日 所以8月12号呢 可以方便两种人啊 第一种呢 就是朝圣回国的 因为他们哈季节去卖家朝圣呢 8月12号呢 已经全部回来马来西亚了 所以可以投票 第二种呢 就是出粮啦 有些公司比较晚出薪水的 大概8月7号 5号 6号 7号才出薪水啦 有些老板不知道搞什么鬼啦 到10多号 哎呦 那种老板不好啦 就是啊 就是出粮日呢 大家手中还有钱呢 大家有能力回家呢 就8月12号就投票了 所以呢 日期录刻起来啊 8月12号呢 记得出来投票 因为这一次的投票呢 是很重要的一次投票啊 我们呢 一定要给团结政府呢 够solid够强够大 我们才可以少除那个贪污 最近几天发生的那个事情嘛 那个me too嘛 啊 一个个跳出来讲咯 啊 之前人家还讲啊 那个肥肥张庆幸部长啊 烂群啊 哪里可以这样子 现在me too通通出来了咯 啊 那个张天师出来讲啊 哎呦 我接了多少单啊 难道张天师是骗人 张天师是假的啊 啊 昨天也告诉大家 我们中小企业的那个 那个 那个工会的会展啊 陈会展啊 陈方兴啊 他讲啊 有我们来马来西亚做生意的那些人啊 关进那个小黑屋多少次啊 被勒索多少次啊 人家来马来西亚做生意都被勒索啊 所以呢 你讲马来西亚不需要改变啊 啊 需要改变 需要改变呢 团结政府就要强 就要solid 等下六周选举呢 安华输了呢 安华在那边superlink 在那边勾扬勾扬勾扬 怎样去打击这些贪污 是不是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出来投票 来我们来看 今天的这个新闻啊 好 所以 提名日呢 7月29号 所以这个7月份呢 进行这个提名啊 然后呢 如同最近的 最近都是给两个星期的净损期啦 就是campaign两个星期啦 两个星期有群众大会啊 有各种各样的campaign啊 啊 你卖什么 纳西勒纳草硅调 这段时间呢 啊 都有机会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申请license 啊 那个 有些pantaraia呢 你可以申请到临时license 就是他给你一个月 总之你到选举之间呢 啊 你去卖这些东西呢 啊 你可以装一些钱 如果有需要的人 赶紧去申请这种小方license 临时license 那给一个月了40天 这样子 到选举过后就没有了 什么啦 啊 所以各种各样的财路 啊 那做pinting的就很好生意咯 啊 做hotel做民宿啊 这些肯定很好生意啊 啊 因为到处人家都会来嘛 然后呢 啊 还有个观众朋友 你们记得这段时间呢 啊 那个五年 五年才出现一次的人呢 啊 这时候就会来找你 sackhand了 握手了哈 啊 这次有什么话看见他们 听我们拖好人生讲 敢敢讲啊 他反正五年才来见你一次 你敢敢讲敢敢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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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敢敢跟他讲啊 啊 他五年才出现一次五年才来跟你握手 一次敢敢跟他讲啊 没问题 OK 8月12号呢 所以大家记得啊 啊 要出来投票啊 一定要出来投票 OK 所以这个啊 各大新闻已经出来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那个 投票日 跟那个提名日 然后呢 啊 那个提前投票的就是那些police啊 啊 啊 那些啊 什么啊 有工作人员呢 你们有去监票 有去算票什么啊 那个8月8号就投了 OK 那个邮寄选票之前已经公布了哈 啊 大家可以上去申请邮寄选票 啊 邮寄选票呢 你要重新申请啊 你上次1月19 是用邮寄选票 这没有他没有Auto 没有Auto play forward啊 你要再次申请 啊 已经是可以 你们进去那个选举委员会的那个 网站呢 去申请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啊 所以准备好那个日期啊 啊 当然 我 我没得投 我可以走的 那我没得投 所以我帮你们支持加油打气 啊 增加楼雪州 吉达州 山美兰 吉兰丹 冰城 所以呢 这次好就好在呢 六州同步损举 所以不用一州一州去损了 一州一州去损了 打波雷大汉 我跟你讲啊 简直浪费钱了 啊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好的那个结果啦 所以这个摩哈曼哈萨呢 他在这一次呢 国政西门统一政线呢 啊 有希望呢 夺回呢 我们腾干路 啊 那个吉达州的政权 啊 包括那个季兰丹呢 因为那个拉费之甲呢 他的数据当中呢 已经看见了 那个季兰丹呢 有问题了 人工智能AI呢 看得出 啊 人工智能啊 跟你讲啊 啊 你们要相信人工智能很厉害的啊 啊 因为呢 国门呢 正在作死啊 啊 本来国门赢的知道吗 本来 本来国门会赢的 啊 现在不用讲了 你看他 他去找了 找了那个印度人啊 啊 那个啊 完了咯 我跟你讲 啊 国门本来会赢的 当丁丁去找老马的时候呢 啊 胜负已定 我跟你讲了 啊 所以 投票呢 就是我们要改变马来西亚 你看 这个我们KL这里呢 有 那个居民呢 要求建一个礼堂哦 那个三百千啊 三十万啊 结果礼堂长这个样子啊 哈喽 这个 这个礼堂三百千啊 啊 所以呢跟你讲大马呢 我们大马人真的是这样子 你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 睡觉 做工 遇到贪官 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生活 事不取 所以你讲大马要不要改变 不改变不可以啊 你看 你给他 人家政府拨款三百万给你们建礼堂 建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哦 哇 冷气都没有不 所以呢 那个阿玛家黑回来了 人家讲他去打BOTOS啊 做爽眼皮啊 他的眼皮有下垂 所以他实际上不是啦 他是那个眼睛动手术 动了手术 这样子啊 但是 但是人家一看就知道他 他是做双眼皮啦 去割啦 因为他那个下垂不好了 所以 哎这个 改变了 不错不错 不错 一美人生啊 所以 阿玛家黑呢 讲要抓啊 这些烂苹果 但是你们不要怪 不是说整个国民登记 登记局是坏啊 也不是说整个移民厅是坏啊 不要讲机场 讲到这样恐怖啊 总之里面有烂苹果 但苹果呢 是必须抓的 所以呢 你要给呢 团结政府够强大啊 才能够做这种工作啊 所以最近马来西亚呢 很严重啊 现在KK KK元没有了啊 跟你讲啊 那个柬埔寨已经扫干净了 那个CEC港 西汉努特港呢 政府去大扫 一通扫干净了 那个KK元区呢 马上做不下去了 所以现在的KK元呢 变成MM元啊 马来西亚啊 所以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 发现到 警察发现到很多个 抓了很多弹了 现在主宰大本营就是马来西亚啊 所以讲 你讲啦 大马啦 你讲不要改变啦 然后那个国门呢 出力嘎啦 做这种事情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 我们的年轻YouTuber呢 这个 奇耀啊 他那天他去做一个街坊嘛 他的街坊呢 就被那个伊丹呢 在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之下呢 跟他剪辑啊 而且他是偏偏剪呢 对那个国门 那些人讲 国门啊 那有个年轻人讲 他就剪着这种片咯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奇耀呢 昨天去报警备案什么 但是 真正其实 对方呢 是严重 侵犯那个版权 所以你们做这个影音的行业的 永远记得啊 很多人呢 会盗取你的那个版权的 所以你看有时候呢 我做节目呢 我特地讲了 200斤麦子啊 十里三路不换间啊 有时候没办法呢 我拿一个维尼熊在那边啊 没办法 你如果不放这些东西呢 你不放一个维尼熊呢 那整个国家的人 跟你的东西统统偷到完啊 所以这个对付伊丹呢 我一路来呢 我有放一些东西的 他们就不能够这样 这样子随便剪辑的 这个是大家一点点的知识啊 他们盗取人家的那个作品呢 这个是一个呢 很严重的罪名啊 所以你看啊 这样子偷了之后呢 人家四点又去拜神了 七点还敢拜神了 偷人家的东西呢 八点还敢拜神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呢 他们还敢进去拜神了 你给我偷东西了 你偷了之后 跑去那个光宫面前 光宫啊光宫啊光宫啊 你干嘛你干嘛 你偷了东西 骗了人 诈骗了那个钱 跑去那边 光宫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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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宫 你干嘛你干嘛 我问你 这些人啊 真的他们偷了东西呢 这个做海盗呢 割了人家韭菜呢 哇啦喂 四点还敢进去哦 人家七点还敢进去拜哦 八点还敢进去拜哦 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个 胆量那里来的 所以马来西亚需要改变 一定要改变 这些贪污腐败呢 我们一定要改变他们 所以呢 六周损局呢 大家记得8月12号呢 一定要出来投票 让团结政府更强大 团结政府呢 才能打击这些贪污 好了 我们暂时刷到这里 新的消息再给大家outdate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